大家好,欢迎收听网上编辑部的节目 如果大家有留意欧洲的动态 相信都应该知道 在较早前,欧盟提出要向俄罗斯的天然气进行限价 目的就是不能让俄罗斯同中谋取暴力 容易支援在俄乌的战争 而试至最近,刚刚过去的星期五,欧盟正式提出类体的基准价格上限 但当利航建议提出时,实在令很多人感到非常差异 相信普京现在都应该掩着嘴笑 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 在节目开始之前,希望大家点赞、订阅和分享 最重要是订阅我们三个频道 网行编辑部、正香普和晒冷气 就是对我们团队最大的支持 在上个星期五,欧盟提出了一个可谓非常离谱的价格 而这个价格上限根本就有违于确定价格上限的初冲 而更加可能的就是会令到美国感到非常尴尬 在较早前,欧盟委员会提议将俄罗斯天然气的基准价格上限的水平 就定为275欧元每兆雅时 即是Megawatt hour 如果按照这个价格,并且获得欧盟国家的批准的话 这个上限就将会在2023年1月1日生效 而且有效期会是为一年一 究竟 每兆雅时达到275欧元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不知欧盟是不是故意玩借美国?还是有其他企图? 原来每兆雅时达到275欧元的天然气价格 其实就相当于是欧洲的天然气最紧张最贵的时候的价格 而现在欧洲的天然气实际价格只是达到每兆雅时120欧元 也就是说欧盟给自己定了一个天价的价格 来到当成为俄罗斯的天然气价格上限 也就是说只要俄罗斯的天然气不超过这个价格 欧盟国家仍然可以自由购买俄罗斯的天然气 之前欧盟和俄罗斯在确定价格上限这回事上 上方都引发过不少的争论 好了,原来欧盟只是想定一个天价的价格上限 看来俄罗斯根本就不需要担心 更加想不到会有什么理由会触发熔断机制 只要价格不会飙升到这个顶价的时候 根本大家都还可以继续购买天然气 在这点上,欧盟就响应了美国的建议 对俄罗斯的天然气进行限价 同时,欧盟仍然可以自由购买俄罗斯的天然气 没有将自己玩死 也就是说过去那大半年,欧盟各国的代表 怒气冲冲,来势匈匈匈那样 要向俄罗斯实施天然气限价 而最后就竟然出现街大欢喜的收场 而从总体的数据来看 欧盟的天然气价格在今年里面 其实就只有两个星期的时间 价格是高于275欧元每兆雅时的 在大多数的情况下 欧洲和俄罗斯的天然气是可以自由交易不受影响的 美国强迫欧盟国家参加抵制俄罗斯的石油 对俄罗斯的天然气进行限价 但实际上就等于给欧洲一条自己的喉嚨 可以给到欧洲各国一个一路给自己的 听起来,欧洲各国都好像可以休息 暂时都真的不需要全面制裁俄罗斯的天然气 但问题就来了 现在在俄罗斯通往欧洲的天然气管道 基本上停的停,破坏的就被破坏 北溪一号、北溪二号的天然气管道被破坏之后 俄罗斯也正式警告过 要截断乌克兰通往欧洲的天然气管道 因为据俄罗斯那边说 乌克兰就静悄地把俄罗斯的天然气截流 而据俄媒的报道 乌克兰就不经不觉已经截了 达到5252立方米的俄罗斯天然气 乌克兰自己都不傻 因为乌克兰他们自己都需要天然气 但是目前乌克兰就和俄罗斯处于战争状态 能源系统、取乱系统、天然气供应系统都遭受到沉重打击 现在有些免费的天然气自然就是拿得就拿 可能你会问 为什么欧盟的委员会会提出一个这样的建议 是否代表着现在欧洲人慢慢都开始清醒呢 还是他们抵受不了欧洲社会的压力 所以提出一个这样的折冲方案呢 在表面上来看 欧盟各国的成员基本上都是呼应着美国的 但是身体看来真是最诚实的 很多的欧洲国家 很可能不想这么深地继续做美国的傀儡 开始在小动作上善美国 真是不知道拜登政府的高级官员 目前就怎样应对欧盟委员会提出这么夸张的限价 因为这个限价有限就等于没有限 但是美国那条数据 希望将来欧洲可以尽量依赖美国的燃料供应 过往美国对欧洲作出多次的游说 也算欧洲要熬冷 也不能够继续进口俄罗斯天然气和石油 相信欧洲都应该看得到这一点 万一真的限价限得太过离谱 如果将自己的后路封死的话 要完完全全依赖美国 这样的话 欧洲就会完完全全成为美国的附庸 但是谁又会想得到 欧洲竟然在最关键的时刻反水 定一个可谓天价的限价 是否等于欧洲人向美国发起罩笑 其次能源大战本身是一件很残酷的事 虽然欧洲人给自己开一条后路 但在现实上 俄罗斯的天然气又有什么办法可以运退欧洲 这也是一个难题 在北溪一号、北溪二号先后被破坏之后 据说就是英国和美国有份参与 但这个只不过是一个留言 没有办法证实的 但在我们所能够看到的证据 所以北溪一号和北溪二号都被人为破坏 现在俄罗斯的天然气唯一能够有办法送到欧洲的就是 透过在乌克兰的天然气管道 虽然俄乌战争打了这么久 其实乌克兰的方面一直都没有在这些天然气管道动手 但是随着战争的推演 会不会有人想破坏这些管道 这个肯定会有 但是同时间在欧洲那些收集和储存天然气的设施 又未是可以真的用得上 因为过往在和平的时候 很多欧洲国家他们自己都不会储存天然气的 根本都不需要一些什么所谓的战略储备 那些气吹到过来就直接烧 现在才来建这些天然气储存设施 其实都是有点迟的 还有冬天就已经到了 目前欧洲以至乌克兰都开始下雪了 在一个这么寒冷的冬天下 据说有些欧洲国家的 液化天然气储备已经充满了 但是考虑到冬天这么长的时间 一般来说他们的储备就只能够使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在这个过程里面 怎样补充这些天然气 都是一个非常之头痛的问题 现在最大的好处就是俄罗斯的天然气 可以和欧洲各国进行交易 但是一些靠海的国家 都是比较容易获得这些天然气 如果是欧洲的内陆国家 那就比较麻烦了 因为他们没办法再去港口 接收那些天然气 只能够通过汽车 甚至乎货车一车一车地运输 液化天然气通过汽车怎么运输 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难题 因为没理由好像运汽油一缸一缸地运输 因为量实太低了 而最后 如果欧盟最终对液化天然气的限价 采取同样的手法 那对俄罗斯的石油限价 也很可能会用类似的手法 就是订一个天价的限价 不过目前欧盟委员会 就还未在对俄罗斯的石油限价里面 有最终的确定 但是欧盟 都是一直有制裁俄罗斯的石油 制裁就归制裁 限价就归限价 这两样东西就是两回事 但如果说到限价出了之后 就等于原来的制裁法令 看来就是出现一些松绑的迹象 那我们就有理由可以相信 如果真是形成一个这样的局面 相信一定就不会是 欧盟委员会以冯德来恩为首的 一班欧盟高官所想见到的结果 而是德国和法国 这些欧洲大国在背后联手操作的结果 其实德国和法国都很清楚 俄罗斯的能源对他们来说实在太重要了 天然气这个问题 全世界的人都很关注 究竟欧洲人会不会因此而挨动 而以目前的政局来看 欧洲人看来今次可以化解了天然气的危机 现在以一个天价的价格 来限制俄罗斯的天然气价格 将来会不会又定一个天价的价格 来限制俄罗斯的石油呢? 如果是的话 严格来说就是欧洲人 亲手向俄罗斯解锁 美国对欧洲软硬兼施 都是希望想尽办法制裁俄罗斯 但是最终的结果 会不会是欧洲出现妥协呢? 相信美国就最不想见到出现这些结果 好了 关完欧洲的话题 今天就讲到这为止 下集回来再和大家分享其他的话题